整形的女生叫整形外舞 我们常说一句话 自然就是美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 就是喜欢去整形呢 但是整形在韩国 我以为风潮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许多的综艺节目 她都在讲整形的东西 甚至还请了一些 before跟after的人 来上到那节目里面 让大家看到韩国妈妈 从整形前到整形后 真的叫做判若两人 这个故事还被搬上了 他们的综艺节目 Let's make it 然后被现在韩国的女婿朋友 分为最励志的妈妈 她叫做普华欣 这个妈妈37岁 这样子叫最励志了 我告诉各位立冈 其实很多的这个妈妈很辛苦 像普华欣她生了三个小孩 没有想历经过 生了三个小孩的沧桑 因为生小孩对身体是很伤的 带小孩更累 对 皮肤 体力还有等等 还有她带小孩 她喂母乳 那喂母乳她说她喂久了之后 她发现她自己的上半身 变得太扁平了 立冈你刚刚也讲 说其实外形 这个好像自然就好 是不是 但是你要知道 宇宙女婿朋友 也希望她自己看起来 更漂亮 更美丽 她活起来 她的人生会觉得 正光更美丽 看现在的画面 她跟带小孩 居家的画面 在居家的画面里头 来 我们发现 普华欣她有几个地方 第一个她皮肤非常的黄 很幼黑 这她自己也讲 她说 因为每天家庭生活 柴米油盐 酱油茶 油烟灶 顾小孩等等 她说她现在面黄鸡瘦 像黄脸婆一样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家庭超磁的超老 你看她身体非常的瘦小 而且她身材也很比较扁平 家里三个儿子 是是是 真的是皮幼 那她说她生完小孩之后 她似乎就是埋在这个家庭的 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家庭主妇当中 她说 接着她都忘了自己的这个外貌 已经流失了 结果她发现她丈夫也不再理她 就我们讲的 当然我们也很不鼓励这样子 但她丈夫就不理她 觉得她是黄脸婆 你看 她那个 我们讲的那个上半身的T恤 那个T恤穿她身上都 这已经是XS了 可是穿上去都还松款款 那怎么办呢 好 这个综艺节目的很多一些专家 还有裁判 看了之后就认为了说 应该怎么去改造她呢 这时候呢 胡华欣说了一句 让大家听了最心疼的话 说了什么 她说她还是如古代三个小孩 没想到她三个小孩 竟然会跟妈妈说什么 你知道吗 妈妈 我觉得你好像男的 我觉得你来当我们爸爸帅了 我反而觉得 爸爸来当我们的妈妈比较好 因为爸爸的身材 还比较玲瓏有致呢 好 听完了上述 这都是普华欣 他自己认为一岸的地方 那么 当他上了LITTLE美人之后 你知道他出现了什么样的改造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 因为真的前后判若两人 好了 现在门打开了 普华欣要走出来了 很多人都非常期待 想要看看他的大改变是什么 首先 制作单位故意卖个关子 先用黑影子让你看到他的结议 好 到底真人何时露相呢 这些裁判的眼神看到几乎是正在的眼神 但他们看到了什么 为什么会如此的压抑 好 普华欣可以转过来吗 他一开始还有一点害羞呢 你没有看还有裁判跑到前面去看他的 先看见成什么样子 不可能的吧 怎么可能你是这么改变的呦 而结果呢 我们来看 先看特写眼睛 哎哟 你刚刚你看看 你会发现另外一个人吗 你 我知道这个好我命名 你要把他当成另外一个人 就是我讲的判若两人 首先我们来看他皮肤变白了 第二个就是他的双颊肩骨那边 也变得丰满了 有被填补了 还有眼睛也变大了 我觉得最令他开心的地方 因为也是他最个影的地方 就是他身材变得玲珑有致 对不对 好 你看他最在意的 好 我们左边是这个 呃 后面是后面 你没有注意到 节目上还把他做这样子分割 让大家来 是是是 好 来 左边啊 他的后面是后面 那当时都同样做了 走秀跟转头的动作 那现在呢 经由没有秒差的时序 一起来左右分割播 你就会发现 他真的前后 是干瘦的妈妈变成了女生 可是我还是同一个人吗 就是同一个人吗 就是同一个人 不然这节目就造假了 最为类质的妈妈 韩国的夫女朋友 是这么样疯塌的 好 那你以为 只有女性朋友 可以满足自己的愿望 让身材线条变得更玲珑有之而已吗 男性朋友也可以做到啊 一样 Late美人这个节目 他找来了一个叫 蒲正培的年轻男子 这个男子有个致命伤 就是啊 他都不运动 越爱吃 就身材太过肥胖 130多公斤啊 可是他年纪还很轻 还有一个 他说由于他身材比较肥胖的关系 他竟然又离的这个男性屡辱症 他说这个部分让他非常的在意 因为他认为他走在路上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投影异样的眼光 好 我们现在看 那他就多运动 少吃一点不就好了吗 因为这样也比较健康 当然啊 远离心肩管精力 我们现在看到他脱去了上半身的衣服 当然我们要先讲美丑 这个是大家各有不同的判断的标准 我要先说 这是蒲正培他自己觉得 他觉得这样很不好 他觉得太肥胖了 还有我刚刚说了 男性的女乳症 让他一直希望能够改变这样子的外形 结果你知道吗 蒲正培啊 在韩国整形风气 这么旺盛的一个国家下 他去花了200万的台币 他对自己的牙齿还有丘脂 还有肢体脂肪的移植 还有我们刚刚说的 胸部上半部等等 洋洋沙沙 他做了九项手术 他的体重啊 也从534公斤变成68公斤 想不想看 他做了这些改变之后 before与after 是多么的令人讶异吗 好 要来公布了 从促开了镜头就可以看到 这身材根本就是韩国的花美男啊 静一看 这干嘛找别人来骗我们啊 你又是另外找了一个演员吧 你看现场主持人跟裁判都觉得 你也骗太大 不 这真的就是他 他就是架当的蒲正培 身杂的体重少了一半以上 你知道吗 现在有人讲 他很像神话里头的身卫星 也很像WS501里面的金跟俊 你看看蒲正培的改变 令韩国很多男性朋友 眼睛都无法闭起来啊 5 10 4